詞・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來到天座小客廳 這是我們錄第二集 然後大家放鬆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正式的節目 這是一個聊天的一個時機 我們常常講 因為大家都是歌手或演員 當他們不在台上表演的時候 他們就在小客廳來聊天 那我還是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景點小客廳的來賓 安東 李安東 嗨 大家好 品琳 陳品琳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鍵盤手 鋼琴手 康寶 康和翔 先講一下我怎麼認識安東 這是一個老故事 我在以前我們上節目的時候常講 可是我覺得很多 我覺得很多朋友 或是看過安東演戲的人 可能不曉得 過去我們認識安東的那個狀況 我講這段是要讓大家知道 安東你多麼可愛 我還記得 你也很可愛 我還記得 不要這樣 你先講 安東還沒出道的時候 還沒有正式出道的時候 其實我就認識他了 安東有一點點印象 我記得我跟你談過 在可能還沒有 大概有超過十年了 對 那時候安東還沒有在歌唱比賽 還沒有上星光大道的 踢館一名驚人之前 我記得有一次你來看一個音樂劇 然後是那個時候你的經紀公司 你的經紀人帶你來看的 那個戲你可能忘了 然後那個經紀人把你帶來跟我碰面 就說這是我們最近新鮮的藝人叫 那個時候你還沒有叫你安東 還不確定你的中文名字 就是Anthony 你忘了這一段 完全 完全忘記了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 因為那個時候安東好單純 我看他就是一個ABC 一個美國回來的大男孩 然後你看他眼睛綻放的光芒 那個光芒是什麼 就告訴你 我好喜歡唱歌跟表演 我希望有機會 未來也可以站在台上 那是我的感覺 然後我第二次見到你的時候 已經過了很多年了 就在我們聽多之合的辦公室 那個時候 馬齊朵的時候 馬齊朵我們還沒有 還在做Casting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想到 小馬的角色就是你 我們團隊決定用安東也是 一模一樣的原因 就是我當年看到你的那個眼神 因為我很確定 你在那個時候 你根本沒看過劇本 你也不曉得我們在演什麼戲 可是你就一直 跟我們表達說 你很想要演音樂劇這件事情 沒錯 我很想知道你那時候的心情 音樂劇我們為了每一秒 做了很多的戲的修整跟調整 跟重複 一直重複一次 為了把跟對手的默契這些 對我來說這個是表演的一個 比較過癮的東西 我在猜是不是讓你回想到你大學 因為安東以前在美國讀大學的時候 他是主修戲劇戲 他是戲劇戲 主修心理學 而且也是還主修心理學 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讀完心理學差不多了 我說媽媽我還不想畢業 所以我就說 那我可不可以去試試看演戲的部分 所以我多留了一點多去玩著那個戲劇的部分 所以我猜測那個時候我看到的光芒是 是不是你回想到在學校 在戲劇戲 你在排練 你在演那些角色的時候 你的那個興奮的感覺 對 沒錯 就是有一個團隊 有一群團 都很喜歡唱歌表演 對 然後一起努力為了一個夢想實現 太棒了 我就是希望你說出這些話 因為剛剛安東講那些東西 在旁邊的品林會非常有感覺 那就是他的日常生活 對不對 身為一個專業的音樂劇演員 你的日子大部分都是過這些事情 其實是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也剛結束一個音樂劇 然後完全就是剛剛安東說的那種感覺 就是大家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然後真的每個人都希望事情更好 包含演員 包含台前幕後的所有設計工作人員 都是在一起完成一件事情 很享受的 我記得安東上節目之後常常提到這件事 是他非常喜歡 上台表演前 他喜歡經過很多次的排練跟折磨 跟一群人每天這樣練習 練唱 練跳舞 排戲 整個過程在上台 你會覺得你最喜歡的是那個過程 是這樣 我記得你有講過這些話 是 我覺得那個價值就是這些經驗 那個完成一個音樂劇 不是為了台上的那幾秒 是 當然出發點是為了台上 但是對於演員本身 覺得那個過程就是 對自己很 創造很多很美好的回憶跟經驗 是 我對你的眼神看到了一件事情了 趁這個熱度還在的時候 我們先來唱一首 就是去年前年 你來演的這個節目 小馬跟陳琳 他們戲中的角色 就是安東跟品琳 在戲中有一首歌曲 一首男女對唱 表面看起來是一首情歌 事實上 它是一個 女生愛著另外一個男生 但是男生其實愛這個女生 你知道人世間的故事 永遠是發生這樣子的情節 這首歌叫做 不需要思考的事 OK 我們先來聽安東跟品琳唱歌 我們先去聽安東跟品琳唱歌 不需要思考的事 是下雨了要关窗 不需要思考的事 是饿了对家残饭 不需要思考的事 是有的我才懂爱 我爱她是自尊与共争的故事 不需要思考的事 黑夜的尽头总是白昼 她的白昼 是我的黑夜 是谁都无法改变的事 是我必须承认的事 我爱她是自尊与共争的故事 是不需要思考的事 我的春天将军 我的冬天将军 打道歉你 是谁 是我 也无法改变的事 也无法改变的事 不需要思考的事 是 是我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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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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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安东跟品林 现场听acoustic 这种感觉真棒 我这是摇滚区啊 贵宾席 很开心听你们再唱这首歌 我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耶 我们也好久没唱 对 我们也好久没唱 快一年了 有 安东你可能忘记 我也跟你对唱过这首歌 有啊 这不果然出现一个YouTube 我们好久以前路过那个 计程车 听过计程车 对 我们唱了一大堆音乐剧的歌 其中也唱了这首 然后我就必须唱你的part 唱成丁的 对 现在鬼还把那影片撤掉 唱得很好啊 开玩笑 刚刚你们唱这首歌 我突然想到 我当初写 就是这个戏是2015年首演 我当初写这首不需要思考的事 本来只是一个独唱 他本来是陈琳的独唱一个人 然后这个小马这个角色在旁边是看着他 一直看着他唱 后来我们在排练期 看了排练之后立刻决定要把他变成一首对唱 而且这不是一个传统的男女对唱 是一个大家各自在自己的世界里头 唱的一首对唱 所以后来把其实女生的旋律很早就写完了 那男生的旋律是后来才加上去的 用比较对位的方式把它加上去 你写歌真的很精彩 你写歌怎样精彩 这个部分我也很欣赏 就是我们马其朵里面 就是有不同人在唱的时候 你的那个旋律 并不是什么简单的就是跟着这个旋律移动 他有这个旋律在唱这个 这个旋律在唱这个 然后他们在很完美的时候会有一个交叉 有时候又纠结 对 大家都走各自的路 但是会有一个擦肩而过 是 这就是音乐剧的魔力啦 我们在音乐剧 中文不错 我刚刚其实在想你中文好好 这偶尔会亮出来一下 安东你几岁开始发现 你的中文其实还可以 有这样讲好奇怪哦 明明不OK嘛 我刚刚这一刻 31岁发现了 你在赞美别人的时候突然变好是这样吗 对 讲回刚刚我讲的这件事情 唱歌这件事情 因为我每次听 比如说安东嘛 以前当然我是听你唱像什么 擅长的约会 就是一个 身为一个歌手 有些歌就是你不得不唱 但你必须唱一万次的那种歌 对不对 但我们 身为粉丝 我们听那些你一万次的歌 还是会听得很开心 但我没有要你唱这首歌 对好了 算了 因为我就想到你的年纪这件事情 因为你唱了很多情歌 是 不管是你过去专辑的歌 或是你在音乐剧唱的歌 像安东他 节目马其朵之外 他还又演了像《千面二女》 他其实已经开始做了 蛮多舞台上的表演 那你应该开始体验到 比如说你不同的年纪在诠释角色 或是唱同一首歌的差别 你现在 安东现在已经过三十了 对的 跟你刚出道才二十岁的时候 唱同一首情歌 你一定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 没错 对 像哪怕是2015年那时候 首演金花马其朵 你唱那些歌 跟比如说年底 我们要再演这个戏 同一首歌 我觉得你应该是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会出现很多不同的画面 对 你是靠画面来去诠释歌曲 品琳你 你对于诠释歌曲 你是什么 对你是有帮助的呢 我也觉得画面还蛮重要 有看到画面的时候 声音是不一样的 看到画面 对 所以你们看 画面是脑中 脑补出来的吗 还是 对 我是脑 脑海里 脑海里 想象力很丰富的那种吗 可能吧 会 其实有的时候说是画面 有时候是一个情境 对不对 就是在那个情境 你们需要进到一个情境 对不对 一个状态 那我问一个 那个 一个问题 安东 你以前在唱那些一万次 一百万次的歌 当你的情境不对的时候 比如说你明明前面 就跟人家吵架 但你现在要上台 擅长的拥抱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擅长的拥抱 刚好是一个适合吵架的歌 或者你立刻要唱一首 其实你快要没有感觉的歌 你要如何让你成为一个专业的歌手 我就是要到那个状态 嗯 你是要怎么做 伸展 呼吸 伸展 对 是呼吸 然后每个呼吸 让你就是一步一步的 进去那个 就是先卸掉 刚刚的所有发生的东西 然后下一个呼吸 进去到 就是一步一步的进去 这个是成功的时候 这个是好的方法 我觉得我发现这个方法最 最有效 可是其实很难的 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要藉由一个一口气 然后让你进到一个状态 这件事情 对 然后也要持续不被下面的东西给干扰 不被外面的世界 或者你想象 这个人是怎么看待我 或者怎么想象我 不要被这些东西干扰这个 我觉得是 太棒了 我就喜欢你们这种表演者 因为尤其是 你们在我的上live演出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进到一个分手情境 或是一个恋爱情境 当然台下如果他们 没有 没有投影相对的注视 或是掌声的时候 你还是要百分之百的进到那个状况 像我们就没办法 所以我们站不上台 不是没办法 你没想要而已 对 谢谢 OK 讲这件事是因为我想到 你每次唱《吉误的马吉多》里头 开场的那首歌 关于吉误的那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难度很高 第一个 它是大幕一起的第一首歌 第二个 你开启的时候 因为那个主角的性格 还有那首歌 第一个 跟你本人的状态不是很像 你必须要进入那个角色 跟那个情景 因为那首歌非常凝聚 很专心 仿佛自己唱给自己听 然后你 明明前面有很多观众 可是你必须 你不能太过理会这件事情 你不是一个演唱会 你要唱给你自己心里听 但是你要感动观众 但每次一开场 其实所有人都很期待 你唱这首歌 而且我发现 其实我跟陈小娟老师 就是作词的老师 我们都发现 你每一次唱这首歌 是越唱越好 而且我发现 你好像真的蛮喜欢这首歌的 真的吗 对 你看我写歌 但我要包红包给你了 好哦 OK 我也好一阵子没听你唱这首 关于寂寞的演 对 我们从15年到现在18 三年了 嗯 我们来听听看安东 在他三十出头的时候 重新诠释 关于爱情的寂寞这件事情 到底什么 关于寂寞 干于寂寞 好 安东 谢谢 人生 最初的开始 是大声的哭泣 还抱着自己的背包 是让人不觉孤单的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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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温暖温暖 温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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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兩槍跌跌撞撞 因為有了陪伴 讓人以為學會的事 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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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有一天 飛得越來越遠 那些喧嘩吵鬧人生定飛 是我偶爾的想念 相愛與願對 是傲慢與偏見 每次掉下眼淚的瞬間 都是證明自己存在的時間 是傲慢 人生最初的開始 是大聲的哭泣 懷抱著自己的背包 是讓人不覺孤單的 溫暖 很棒的演唱 後面那個空拍 然後聽到空氣的聲音 就很享受 謝謝安東帶給我們一個這麼美麗的歌曲 我很難想像以後 有人可以再唱這首歌 超越你怎麼辦 就一直找我吧 OK 安東跟秉玲在即將在11月 在站上舞台 演出寂寞馬奇多 裡頭小馬 跟陳琳的角色 你們這樣唱完之後 我超期待的 雖然我大概已經看了 有沒有一百遍這樣 還想要再看你們 再度詮釋這些角色 OK 今天我們天作小歌廳 就到這邊結束囉 謝謝安東 謝謝秉玲 還有謝謝康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